我們來看密題錄 他說一滴速帶電直點 在一個均勻磁場裡面運動 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A 直點的軌跡必是圓形或螺旋狀 不可能是直線 錯,也有可能直線 什麼時候會直線呢? 就是說你速度的方向跟磁場方向平行 這個時候就不受力了 為什麼? 因為F是等於QVB V close B 當你V跟B夾零度的時候 受力等於零 這個時候就筆直通過 就變成直線了 所以A是錯的,有可能是直線 讓我們看B 磁場對直點可以施力 但不做功 這個對 因為磁力是等於QV close B 這個向量它一定跟什麼呢? 一定跟那個V垂直 所以它任何時刻的功率 P是等於F M到V 這永遠等於零 所以不做功,任何時刻都不做功 所以這次B是對 障碍C 直點運動如為圓形 此圓的任何直徑 必與磁場垂直線垂直 這個對 就是說 如果是往這邊跑的話 它的磁力的話呢 就指向圓形 也就是說 磁力線的方向 就是說 假設那個磁力是進去的 那磁力 沒有,磁力線是進去的 磁場方向是進去的話 那帶電 帶正電的 如果這樣進來的話 是V close B 也就是說 它磁力的方向 就是直徑的方向 它都一定跟磁力線互相垂直 而且永遠垂直 比如說在這裡跑的話 它那個呢 磁力的方向 沒有,磁力的方向的話 就指向圓形嘛 它永遠跟磁力線互相垂直 所以C是對的 這樣看D D他說 如在任何時刻 指點運動方向與磁場方向垂直 就這個 則其他時刻 亦保持互相垂直 這個對 這樣看1 指點如做嚴重運動 則指點的動能與別的面積乘勝比 我們知道 這個區域半期R等到多少呢 Q B R分之動量 動量就等到多少呢 2M的EK開根號 因為EK是等於2M的P平方 所以P的根號是2M的EK 所以我就曉得 R跟EK開根號成正比 也就是說 動能 跟R平方的成正比 R平方就是 跟半徑是成正比 跟面積 講錯了 因為那個面積A是等於πR平方 所以這跟R平方成正比 所以這個跟什麼 跟面積成正比 所以EK 就跟什麼呢 跟這個面積 這個原作運動 少出來的那個面積 所以E這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只有什麼 那個只有A是不對的 其他都對 D、C、D都對 對